今日说法 三百万公款无翼而飞 女出纳的说法很是离奇 神机妙算算来算去算自己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鬼迷心窍 各位好 这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景教授 李教授 北方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叫拍花子 实际上拍花子指的就是 被人用迷幻药迷婚了之后 或者把钱抢走了 或者把人拐走了 但是这种拍花子一直以来 就是只听过这种说法 但是没见过这种事 在辽宁有一个女的声称 被人拍花子了 而且一连拍了14回 这事听着就挺离奇的了 但实际上在这离奇背后的真相 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2005年11月22日 辽宁省庄和市一家国企的总经理 走进检察院的大门 反映该公司账面上297万元公款 不翼而飞 当委准备买花子寄 提款的时候就提不出来了 提不出来了 乔金平当时就找到我 就说钱没了 就那个拍了 当时我很奇巧 很震惊 经理提到的乔金平 是这家企业的出纳 掌握财务章 乔金平声称自己被拍了 就是俗称的拍花 只被人用迷幻药控制后 交出财物 检察机关立刻传乔金平道案 他当时是这样 跟检察人员描述被拍花的过程 在2004年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我走到上班的时候 他说后面有个人到拍我一下 这个人就往我要钱 就说他拍他一下 要钱 要钱呢 我就上单位 其中步都开了这票 把钱到银行拿给他 就一次一次的 就这么样弄了十四五次 出纳乔金平被拍迷糊后 骗走钱的说法 引起了检察机关的怀疑 因为他说自己被拍的次数 是十四回 被拍走的金额 达297万元之巨 其中两次 还是银行转账支票 拍走了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你拍一次可以 他不可能说 这一个人能十四次 检察机关认为 出纳乔金平报假案的可能非常大 他们迅速对这两张银行转账支票 进行查询 结果发现两张数额分别为 886000元和335600元的转账支票 都转入了一个叫送金凤的女人账上 那么这个送金凤到底是什么人呢 检查机关调查了解到 50多岁的送金凤小学文化 装和农村人 无固定工作 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给人算命 每次收费10元20元 这个老百姓呢 就是过去什么活没干 他怎么他就是从他的个人账户一调呢 从2004年到2005年 就是在乔金平把钱从公款拿出之后呢 他的个人账户 他有290万左右的这个账户进账 检查机关认为 出纳乔金平和大姓宋金凤 共同作案的嫌疑很大 30岁出头的乔金平是个什么样的人 和大姓宋金凤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公司出版员乔金平 这个人呢 在当时性格比较内向 平时表现还可以 跟同事之间关系处理比较融洽 这个 还曾经被评论有个 平中读者 就是三十多岁以后啊 就是一直没有怀 就是四句求医问药 听员工讲话 也找人算过 而且可能找过不止一个人算过 经理介绍说 2001年乔金平找人算命 经人介绍 认识了宋金凤 并认作干妈 来往频繁 至于乔金平出于什么目的 把钱给了干妈宋金凤 他也不得而知 2005年12月初 检察院决定对乔金平和宋金凤 立案侦查 审讯中 乔金平坚持说 钱被拍了 对钱如何到了干妈宋金凤账上 闭口不答 此时乔金平还有个特殊情况 他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按规定不能羁押 检察机关决定对他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而另外一个嫌疑人宋金凤到案之后 审讯工作空前困难 审讯金凤到案之后 始终是一种装缝卖赏 装缝卖赏 比如说我们在训练当中 他就是拿出那个所谓的大线一种 用我们龙手滑脚就是说上识了 这种装缝对待 你问这个内容 他比如说他会说问 完了在精神当中 又说记住自己衣服 然后打自己的脸 就这样 从录像中可以看到 宋金凤言语含混不清 答非所问 对他的训问 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信息 那么这个胡搅蛮缠的大仙宋金凤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到他在庄河曾经住过的小区 了解情况 需要他是看大生的 就是挺爱打扮的 至少在这住的 反正是挺活活的 也是挺爱打扮的 反正小区的印 我就很少找他算 一般我都听说都是外面印 尤其是远地儿的印 两个犯罪嫌疑人 一个闭口不达 一个装疯卖傻 这297万元公款 确实到过宋金凤账上 但之后就下落不明 检方决定从外围 靠证据来突破 通过对宋金凤亲属的调查 很快查出案发期间 宋金凤以儿子的名义 在大连买了一处 150平米的豪宅 价值90多万元 剩余的200多万元 哪里去了呢 查证再度陷入了僵局 检方决定还要在 乔金凤身上寻找突破口 但是面对即将临盆的乔金凤 只有一个字 等 把孩子生下了之后 一年之后 就在2007年 3月30号 对乔金平呢 孩子已经 这个退去一年之后啊 采取了强制措施 给他行李拒留 2006年夏天 乔金平生了个男孩 过了10个月哺乳期 被重新收押 再度被问到 公款为何到了宋金凤的账上 乔金平承认 之前拍花的说法是撒谎 之所以给干妈送金凤钱 是因为欠他债 拿公款来还 无缘无故借款300万元 这显然也站不住脚 乔金平的不合作态度 让检方很头痛 这个时候的乔金平 因为日夜思念儿子 正情绪低落 乔金平这时候 刚刚把这个账的 就满一周岁 还不到一周岁 还没过生日 那么他这时候呢 他非常喜欢这个账 那么在这时候 到他家里之后 正好抓了之后 过两三天 给他弄了个 这个摄了个像 摄了个像 把那个录像片 过来给他看 汇水发了 几岁了 今天过生日啊 作为一个母亲 在拘留所能看到 自己儿子的脸 乔金平的情绪失控了 检察院又将宋金凤 拒不承认罪行 并用三款买豪宅的事情 告诉了他 第二天早上 经过一夜的思考 乔金平说出了实情 原来2004年乔金平结婚三年之后 没有怀孕 到医院检查后发现 单侧输卵管堵塞 怀孕几率低 一直在多方治疗 婆婆和丈夫因为没孩子 老跟他吵架 家庭面临解体 万般无奈 他找到了宋金凤 说你要这个小姑娘 上次作孽了 你得记得 捐功德 捐功德 他就问怎么捐 你要不捐功德 不记得 说你就不能有小孩 捐功德捐记得 看你捐多少 记多少 才能有孩 这样的话 他说再捐多少 说你得多捐 往哪捐 往那个庙里捐 我给你捐 你还不用去 他说我没有钱 那我先生 你当时在那儿瞅闹 你当时有个事情 你先回来拿 2005年7月份 在给了宋金凤 30多万元之后 乔金凤果真怀孕了 从此对宋金凤 深信不疑 这之后 宋金凤却不断 跟他开口要钱 他一看怀孕 就先发动了 而且大侠跟他说了 说你这个憨子 说怀孕之后 说将来当省长大 你这两钱算什么 其实他已经有孩子了 他还让你捐钱 就是被害后 以后好 就这样 不到两年的时间 乔金凤从公司账户上 陆续取出297万元 给了大仙宋金凤 乔金凤一直认为 自己怀孕 生孩子 全败大仙的功力 从此对宋金凤 言听计从 大仙框他说 这些钱全都替他捐给了庙里 而检察机关 在当地的大小庙宇 调查发现 宋金凤说了谎 此刻的乔金凤才懊悔不已 而宋金凤依然装傻充愣 拒不承认 检察机关急需掌握赃款的下落 才能认定犯罪 但是除了大连买房子的90多万落实了 另外200万在宋金凤账面上待了几天就蒸发了 从宋金凤亲戚朋友那里 没能再找到有用的线索 检察机关决定 把调查范围加大 这时候 从宋家查到的一张出租司机徐某 跟宋金凤借款一万元的借据 引起了检方的注意 一向爱财如命的宋金凤 借钱给他人很反常 检方立刻找到司机徐某 徐某说 宋金凤有一次拿过他的身份证 发现他曾经向四个人借过身份证 那么通过这个线索 从这四名与案件无关的人所控账户之内 去扣押了下面的账款 那被人家借身份证应该是什么样的理由呢 他其中是跟一个出租车司机 借证就是说 向人家说大连市正在办贫困人口登记 你的身份证给我 我给你办理登记 那么帮你领这二百块钱的这个贫困救急 原来二百多万元巨款转来时 宋金凤怕钱在自己的名下不安全 跟四个人谎称能用他们的身份证 帮忙在大连领到扶贫款 包括司机徐某在内的这四个人 本来收入不高 在给了宋金凤身份证后 果真都拿到了二百元 没想到这些身份证 是被宋金凤骗来在银行开户用以转移赃款 通过这个梳理我们发现 乔金凤取款的日期 比如说这个从05年2月17日开始 从他这个这几次的取款日期以后 那么在他每一次取款的这个日期的一到三年之内 那么宋金凤的账户都会存入与乔金凤取款账户相同的这个金额 并且这个频繁的后期这个宋金凤把这个所有的款项 以四个人的这个名下的这个户头 频繁的进行了一些转存 最终这个其中一百余万被这个侦察机闻扣押 就是他在四个账户上互相这个转来转去倒来倒去 赃款找到了 虽然大仙宋金凤在侦察过程中始终装疯卖傻等于零口供 但有了乔金凤的口供以及银行账户这些确凿的物证 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案件侦察终结 庄合检察院将案件移送大连市检察院 2007年11月 大连市检察院以贪污罪对宋金凤乔金凤提起了公诉 对这个罪名的确定 检察院内部也曾经有过争议 对这个罪名确实才能够争议 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案件 乔金凤可以构成贪污罪 但是宋金凤不了 因为宋金凤他没有主体身份 他不是国家公共人员 而对于这个被告人宋金凤 虽然他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第382条第三款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 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解释 第一条的规定 那么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 或者以其他手段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2007年11月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宋金凤犯贪污罪 判处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财产100万元 乔金平犯贪污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判决后双方都没有提出上诉 贪污的赃款及所购住房 都归还给该国企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 宋金凤的犯罪的恶意 尤其是在一审过程中 审判的过程中 他始终拒不认罪 所以说他的犯罪恶意更重 所以判决上 他的刑期也就要比乔金平高 在这个庭审过程当中 对乔金平精神 精神上的这种贺耻 语言上的贺耻 还有这种精神上的强制 他怎么说呢 就是说 陛下讲 不懂得自己不知道的陛下说 那么在这个审判人员 多次阻止以后 还有过这样的行为 案件成功告破 二百多万元公款被追回 帮乔金平所在国企 挽回了大部分损失 依审判决后 检查机关对该企业财务管理 发出了整改的司法经历 为什么乔金平能够拿出去这么多钱 也就是说他这个大水印线 在他一个人手里 在他一个人手里的话 他这样的事的话 他就可以签了 签了支票 这样的事可以拿 通过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也精进一个整改 加强了财务的监管 也调整了一些人员 坚决杜绝 类似事情发生 实际上在这个案子当中 他们的角色又是 一个是骗子 另外一个感觉 好像又是受害者 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 由迷信引发的犯罪事件很多 上大片的 或者说迷信导致出现违法犯罪的 是有女性 但是也有男性 所以你真的把这个案件 你去纵览一下 你会发现 它更多的和什么样的人有关 就是说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 头脑比较简单的 比较感性的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一个人 他的因为某一个注意力 集中在一个点上 信息范围 或者他感觉的范围非常狭窄 那么这种人就很容易被人家所忽悠 我们讲的忽悠就是欺骗 或者说控制 宋能蛊惑这个乔 能办成这件事 有一个最关键的点 就是说在这之前 乔一直没有怀孕 对 他对这事太盼望 对 在他看来 最后战上风的还是他和他的孩子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高过国家法律 是 如果说这个大仙真那么厉害 他应该能够算出来自己会进监狱 也就不会干这样的事了 最后两个人合伙贪污的闹剧收场 两个人也都各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那就是要想改变自己的秘密 还是要靠努力 靠科学的方法 而不是相信你 感谢您关注本期 明天同一时间 今日做法 再见